解除了陸上颱风警报 卡努颱风的暴风圈 在昨天傍晚曾经非常短暂的一度 碰触到台湾东北角的陆地 不过接下来就准备要 迎接这个颱风一个大转弯 朝着东北方移动 周末就会加速远离 朝着日本来前进 因此最快在今天的下半天 也渴望来进一步的解除海景 但是还要提醒的是 今天的上半天 北部地区还是会有 9到10级的强阵风 出门上班上课还是要留意安全 而中南部地区也要小心 因为开始受到台风 牵引西南风的影响 降雨慢慢会变得更多 而且雨势还会比 北部地区来得更大 我们就来关心最新的大雨特曝 中南部的影响看来是比较深的 尤其在南投县的山区 已经达到了局部 豪雨或大豪雨等级 仁岸湘在刚刚已经宣布 今天是停班停课 中部地区要留意 另外在西半部地区 还有南台湾 今天整体都要留意 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南投县的山区 特别要进入到 豪雨的警戒范围 而其他豪雨等级警报 多半是出现在 这个山区一带 中南部的山区都要留意 不过看到连东部也受到影响 在花莲县也是在山区一带 以及在台东 也要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 今天都会比较明显 再进一步从电量降水图分析 虽然北部地区今天 是逐渐的脱离台风的影响 但是在基隆北海岸 中部以北地区 南部山区都还是有一些 局部阵雨或者较大 雨势出现 比较大的雨势 主要会是在山区 同时间西南风增强的影响 看到了在中南部地区的降雨 都会是比较持续的 山区更少严防 致灾性的降雨可能出现 至于在东半部 今天的降雨都还是比较零星 未来几年走势来说 影响着中南部地区的 西南风环境 可能会一路的 从周休就延续到下周四 在中南部会有局部 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范围都比较大 而且降雨是持续性的 尤其是在星期五 六日这三天 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 而在卡努远离之后 其他的地区看到 已经转为多云道晴 那么午后会有一些雷震雨 这样的天气形态了 今天的小滴您还是要提醒 台风后续引进的 西南风威力是不可轻忽的 西部的山区更是要严防大雨 而中南部的降雨 也会是比较持续性 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的周休 外出安排就先提醒您了 接下来就带您关心 各地更享劲的温度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